哈囉,我是滴妹,今天要來介紹《腦筋急轉彎》的經典台詞 那又到了要介紹電影經典台詞的時間 那這次要介紹的是蠻多人留言想要看的 2015年年度最紅的動畫卡通《腦筋急轉彎》 Inside Out 那這次要講的 Inside Out 也是一部 Disney 的動畫片喔 裡面的人類主角是一個 11 歲的小女生叫做 Riley Anderson 不過比他戲份更重的是他大腦內的五大情緒 分別是樂樂、joy、悠悠、 sadness、金金、 fear 厭厭、 disgust 跟怒怒、 anger 那這部片的主軸是在呈現我們的大腦 如何用不同的情緒來去反應 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所遭遇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故事主要是在講 Riley 他要搬離家鄉 去到 San Francisco 所遭遇的轉變 那這次我們要挑選電影裡面不同主角 所講過的經典名劇 那我們就來看看有哪一些吧 好耶 我們今天沒有死 這真是一個完美成功的一天 可以聽到晶晶講這麼樂觀的一句話 就知道這一定是電影剛開始不久 可以再經過一整天的膽戰心驚 生存下來 然後可以平安的睡上一碗好覺 這就是晶晶眼中最棒的事了 這邊有個特別的字 Unqualified Success 那看到這個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 如果有的話其實是正常的喔 因為通常我們知道的 Unqualified 的意思是 不符合資格或是沒有那個本事 那因為其實 Unqualified 有另外一個意思 是完全整個沒有疑慮的 所以在這邊的 Unqualified Success 就是 一整個大成功的意思囉 Riley is acting so weird Why is she acting so weird What do you expect? All the islands are down Joy would know what to do What do you expect? All the islands are down 阿不然咧? 所有的島都沒有在運作啦 這裡的劇情是燕燕說 為什麼 Riley 表現這麼奇怪的時候 怒怒對這個言論的反應 就是因為所有的特質島都已經停止運作了 所以 Riley 才表現這麼奇怪阿 要不然它是能表現得怎麼樣 What do you expect? 這句話其實非常的沒有禮貌 它有種 阿就只能這樣 阿不然你的期望是什麼嘛 的感覺 所以不要亂用喔 那這邊的 Down 就是下 意思就是 停止了 沒有在運作了 On a scale of 1 to 10, I give this day an F Well, why don't we quit standing around and do something? On a scale of 1 to 10, I give this day an F 1到10滿分10分 我給今天評一個 完全失敗 經過一整天在學校的孤單 以及在曲棍球選拔賽上的失守 讓 Riley 非常的不開心 因此燕燕把今天的評分打得非常的低 不過我覺得這很好笑的一點是 他明明說要在 1到 10 打一個分數嘛 不過最後卻選了一個 完全不在評分級數裡面的 F 真的超可愛的 Skill 在這裡是平兩等級 那 F 就是成績的分級碼 代表 Fail 也就是失敗不及格的意思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dumb it down to your level Sorry I don't speak moron as well as you But let me try Duuuuh Sorry I don't speak moron as well as you But let me try 抱歉齁 我智障語沒有你那麼溜 但是我還是試試看啦 燕燕說的話都太經典了 所以放兩句 那在這邊燕燕不是真的討人厭喔 精明的他其實是故意要讓怒怒火冒山葬 因為這樣他才能用他的火來去救樂樂跟悠悠 像是我們可能會說 Sorry I don't speak French 來說明我們不會某個語言 那這邊的 moron 是罵人的話 比 idiot 還要再高一個等級 就是在罵人白痴的意思 那這裡燕燕是直接把 moron 這個字 當作是一個語言 因為通常你會說什麼語言 你就是那個語言國家的人嘛 所以這邊是有一點間接的在說 怒怒你就是一個白痴 Wait Joy you could get lost in there Think positive OK I'm positive you will get lost in there That's long term memory You could get lost in there Think positive OK I'm positive you'll get lost in there 你在裡面可能會迷路 要有正面的想法 好喔 我正面的確信 你在裡面會迷路 當樂樂跟悠悠要想辦法回到大腦總部的時候 必須要經過長期記憶區 那悠悠說 你在這如同迷宮一般的長期記憶裡 一定會迷路 不過樂觀的樂樂卻說 要正面的思考 這地方很有趣 因為它顯示了英文特有的雙關性質 樂樂所說的positive 是要正面的思考 但是悠悠所說的positive 是我確信的意思 因此也成為了有趣的台詞梗 另一個台詞梗 是當樂樂問 which way left 的時候 悠悠回答right 那這時候樂樂就馬上往右邊轉嘛 不過呢 悠悠卻馬上說明 啊我剛剛說的right 不是要向你往右轉 而是你所說的left 是正確的方向 Crying helps me slow down and obsess over the weight of life's problems 啊 Crying helps me slow down and obsess over the weight of life's problems 哭泣能讓我好好的執著於人生的各種重單 樂樂一直想要幫助悠悠變得不那麼… 悠悠 比如說嘗試讓她想一些讓她開心的事情啊 或是她喜歡的事情 但是到頭來 悠悠還是一直都是那麼的憂鬱跟負面 Slow down 就是慢下來 這裡指讓她的心理狀態可以得到緩衝 可以緩一下 那obsess 就是沉迷或者是執著於某個人或事物 I just wanted Raleigh to be happy 我只是希望Raleigh能快樂 當樂樂跟冰棒一起掉到垃圾堆裡以後 她終於接受他們即將被遺忘的事實 絕望的樂樂看著不同記憶球裡的Raleigh 說出了這簡單的一句話 卻透露出了深刻的心情 這裡的I just wanted Raleigh to be happy 可以看到她用的是過去式wanted 代表她已經接受她沒有辦法再讓Raleigh快樂了 那在過去她可以的時候 她唯一想做的事情 就只是讓Raleigh快樂而已 Take her to the moon for me, ok? 替我帶她上月球,好嗎? 我相信看到這裡的時候大家都已經開始哭了 那這裡是在講 已經知道自己漸漸開始消失的冰棒 最後犧牲自己跳下火箭 讓樂樂能夠隻身抵達頂端 冰棒最後說 希望樂樂能夠帶Raleigh上月球之後 就消失在Raleigh的記憶中了 以上就是各個角色的經典台詞 大家最喜歡哪個角色?為什麼呢? 那其實我們就像是五大情緒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 有些事也只有你才能夠做到 所以不管怎麼樣都不要灰心放棄喔 最後不要忘記在留言區下面留言 說說下次你想要看到哪一部電影的經典台詞分享呢?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請幫我按個讚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請按這邊的訂閱按鈕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每個禮拜一跟四的晚上九點都會有新影片喔 那我們也有Facebook 跟Instagram 可以用阿滴英文或者是 Ray Do English 來搜尋到我們 And that is a wrap!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Yeah! 我就想說想要DIY一個Memory Ball 就是用毛線然後纏在氣球外面 但是好像蠻失敗的 所以最近有點醜 原本是想要用這個拍封面罩 這樣有像嗎? 有沒有像Memory Ball? Memory Ball ねぇ喔 Ya Memory Ball 單純 เ 簡單